其实我昨天听到有民进党这份民调的时候 我在看到民调数字 然后当有一个某电视台就一直跑这个新闻 一直跑这个新闻一直跑这个新闻 其实我从在台北市的政治判断来讲 我就觉得这份民调怪怪的 那感觉上面替某人造势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 因为陈时中前一阵子其实已经表态 他不排除要参选 其实我觉得那等于是明白告诉大家说 他会参选台北市长 我觉得林嘉隆这边是不是有人急了 所以要急着推出这样的一份民调 那这一点我就觉得这民进党内 茶壶内的风暴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但是如果你去看ET Today的民调的话 因为ET Today这种民调的作业方式 不管在这个民调界里头到底同意或者不同意 但他已经是循序渐进的做了好多年了 做了这两三年至少从2018年 我知道他们这份民调的这个做法 是201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时的县市长选举后来的结果其实也 还蛮准确的到后来的总统大选 其实结果也都还是蛮准确的 那么有关于台北市的部分 其实他们在去年9月2020年的9月做过一次 去年的7月又做了一次去年的11月做了一次 然后今年的2月再做了一次已经做了四次 这四次呢当然都是蒋万安领先 然后呢陈时中那么差距大概都在十几个百分点 然后呢这个蒋万安如果跟陈时中跟黄珊珊的话 那个差距啊其实上上下下 那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个危机就是呢 蒋万安的支持度跟陈时中的支持度不是由蒋万安决定的 是由陈时中决定的 就说陈时中的防疫表现好跟不好决定了这个数字 而不是由蒋万安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去影响这个数字 所以你知道主动权在陈时中身上 而并不是在蒋万安身上这是蒋万安的危机 那我觉得第二个其实你如果只看台北市是不对的 我们从2018年的选举就已经看到说主战将决定了胜负 那今年2022年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主战将会是谁 不一定以前都是台北市长 但是呢从2018年已经知道说他不一定是台北市长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最有领袖魅力的人 作为主战将 就是成为话题的焦点的话 那我认为国民党就会有领先的优势 而且会水涨残高每一个人都受贿 但如果说今天民进党锁定的策略是 我拿你最弱的人最有问题的人 然后我不断的用各式各样就像是中二选举的这个结果的情况是一样 我就不断的去抹黑一个人 然后呢让这个人变成主要讨论话题的话 那所有国民党的候选人管你好坏 全部通通都会受害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对于他们应该让谁来当主战将这件事情 没有想清楚才是所有选举的最核心问题 这个ET TODAY的名票 其实他进一步有那个政党支持者对这几位候选人交叉比对 我觉得大概基本上一句话 就是说各自归队去比这几个政党的基本盘 但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本来大家觉得说 黄珊珊可能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可是这几份民调看下来 感觉他不是想象中的那个关键第三人 就是说有没有他赢的那个还是赢那输的那个也不会变更输 所以他的角色看起来变得跟原本设定的位置不太一样 我个人是很尊敬黄珊安副市长是一个很资深的议员 可是现在从他最近的这一波言行举止看起来 也许他最适合他的民选职务大概也就到议员而已 这个他炮打马前总统这件事情 当然这两天我觉得绿营见烈欣喜 会一直说这是不是想要做成蓝白不合或者是其他的解读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中间的一段脉络 就是这个黄珊安副市长他过去是亲民党出身的 他其实到现在虽然用了很多科市府的光环 然后有很多的媒体资源 可是他始终没有加入民众党 他还是说如果他选这个2022台北市长的话 他用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那这个做法也让这个部分的民众党内的支持者 对他不是很谅解 但我要说的是是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为什么大家会突然有点错愕 就说你为什么突然起手势是炮打马前总统 我觉得这非常莫名其妙 也跟他过去的做法 你可以理解他在当亲民党议员的时候 亲民党路线就是当时的这个马市长 所以与其你说他去这个操作蓝白不合 不如说是他体内顽强的亲民党DNA正在发酵当中 可是他做这个做法聪不聪明呢 马前总统并不是这一次台北市长被点名的任何人选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起手是非常老派的而且我不觉得可以达成效果 唯一的解读就是说你看他黄珊珊真的急了 2022年的这个议员选战他已经推了子弟兵 换句话说不可能回头选议员 2024的港狐立委选战 国民党民进党都有非常强的人选在一绝高下 也没有他可以立足的位置 换句话说如果今年市长选举没他的份 他的政治生命政治生涯可能到这里我不敢说据点 但是这个逗点划下去之后下一次可以什么时候继续往前延伸 看不到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不怕国民党也不怕民进党骂他 他怕的是没人理他 所以他这阵子走的路数大概就会是这个方向 最后讲一点我觉得林家龙大概没有算到 他好不容易把自己挤进去这个民进党的民调新闻讨论里面 结果他今天最大的新闻篇幅是说他没戴口罩 跑去参加这个青商会的会长布达典礼 那后来被踢爆之后他出来解释是说他当天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求婚 他去见证这个喜事 那我是不知道林家龙说谎不打草稿呢 还是说他的朋友品位非常特别 会在会长的布达典礼求婚 不知道要问当天的民调的事 但是那跟戴口罩都没有关系 你戴了口罩也可以去看朋友求婚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热 继续 摆